张大哥开了一家面馆,店面不大,却在一座学校附近。 只要不是放假期间,每天放学的时候,还是会有很多的学生来店里吃生意晚面。 张大哥是个老实人,觉得自己把面馆开在了学校附近,就要对附近孩子们的身体负责。 不管是配料还是面粉,张大哥都弄得是干净类伤,首先要保证的就是食品安全。 这天下午到了学校上课的时间,张大哥正好借这个机会,在店里小睡一会,他趴在桌子上没一会,就听到门口有着嫩的声音问道,还有面吗? 张大哥抬头看到是两个姑娘,大的差不多是八九岁,小的也就十四五岁。 张大哥看着两个姑娘,心想可能是姐妹俩,便问她们两人吃什么。 年纪小的姑娘没有说话,只听年龄大的姑娘,告诉张大哥要一碗面。 面上来后,年纪大的姑娘,把面推到了小姑娘跟前。 张大哥看到这一幕,觉得姐姐真的很照顾妹妹,自己舍不得吃,把一碗面都给了妹妹吃。 但是,图片来源于网络年龄小的姑娘,低着头在那里吃面。 年龄大的姑娘在那里步不停地对她说话,由于店里不忙,张大哥也好奇两个人在那里聊什么,便有一句无一句地听着两人的对话。 面吃了没有几分钟,吃面的姑娘突然说不吃了,让张大哥结账。 张大哥走到了他们的跟前,看到碗里剩下了几个面条,便说道,一碗面十元,但是你没有吃完,得罚款两千元。 两个姑娘一,今年没有吃完要罚款,便着急地问道,我们自己花钱买的面,你凭什么罚我们钱? 张大哥则表现出坚定的态度,表示这是店里的规矩,吃不完就要罚钱。 年龄小的姑娘一看这种情景,便害怕要再去吃碗里剩下的面,但是张大哥表示已经晚了,面只能一次吃完,再吃也得罚钱。 年龄大的姑娘看张大哥开的是黑店,便掏出手机表示要报警。 张大哥笑了笑,说道,无所谓,到底就是了,警察来了也要罚款,图片来源。